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神戶北野藝人館星巴克 是很多人在金板神旅遊的必防景點之一 大家來看看這一間位於超過百年的陽館的星巴克 到底有什麼特色吧 神戶是關西的一個超過150萬人的海港都市 融合的傳統以及摩登 1868年 神戶成為日本最早開放對外通商那個城市 在1899年前吸引了很多外國人搬來神戶居住 有很多就落腳於北野藝人館這一帶 也就是我們這次所介紹的星巴克的所在地 北野物語館是西元1907年 所完工的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當初是居住當地的美國人所擁有 被指定為登陸有限文化財 可惜於1995年板神大地震中損毀 在2001年重建完成 2009年由星巴克承租後運營 咖啡店內裝利用當初的休息室 餐廳 客房的格局擺放家具 並沒有把牆壁拆掉 裝潢成一般星巴克的開放式空間 時間允許的話 大家可以從一樓到二樓的每間房間都坐一下 體驗一下一百多年前屋主 是怎麼樣度過洋館中的悠閒時光 北野藝人館星巴克就是星巴克中的名店 深受觀光客以及當地人的喜歡 想要跟鮑勃一樣避開人潮的方式 就是一開門或關店以前拜訪 這裡白天跟晚上各有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的關西友有安排天坐在神戶的話 那可以第一天晚上先來喝杯咖啡 然後第二天早上開始行程的時候 來這邊喝杯飲料吃個早餐 這家星巴克的地理位置真的不錯 所以去哪裡都方便 如果說距離最近的大景點 就是北野藝人館 藝人館是指在幕府末年 到明治時代外國人所居住的住宅 藝人就是異國之人 主要是以歐美人為主 大家可以在北野藝人館這一帶 挑選有興趣的建築進去參觀 外觀有著厚重煉王的封建機館 是北野藝人館的代表建築 因為NHK的電視劇封建機而名氣大造 建於1904年 於1978年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謀皇之館曾經是美國領事亨特夏普的住宅 建立於1903年 在1980年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北野天滿神社可以看到神戶加上藝人館的城市風貌 境內也有一些兩三百年歷史的文化財 另外推薦一家超有名的咖啡店叫做Cafe Flow in the Lip 開在1929年所建的舊神戶聯合教會內 也是有型文化財 因為原本是教會 整間店的天花板非常的挑高 位置的間隔很大很寬敞 非常的舒適 點一份份量滿點的三明治 邊吃邊欣賞咖啡店的建築設計吧 京都宇治的平等院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到的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除了地理位置很好以外 這家星巴克的特色有實力可以成為宇治的必訪景點之一 宇治是位於京都市的東南邊 距離京都車站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 人口約18萬人 以平等院以及宇治抹茶聞名 這間星巴克的強烈開放感 在還沒有進店以前就已經感覺到了 有不少的座位散步於門口附近 而且都有一定的距離 如果店內的位置都被佔滿的話 走在室外應該也有不錯的感覺 咖啡店本身的建築 採切漆屋根 就是屋頂兩邊是斜面的製作方式 十分的常見 目的是為了跟周遭的建築做調和 不會因為太圖而破壞市容 店內的顏色是木頭色跟灰色為主 低調但不會單調 窗戶很多不只可以讓陽光透進來 也可以看到田園的景色 至於店內的位置不少 但攻堅感十足 應該不會有人即人的感覺 整家店最推薦的地方 是室外日式庭園的座位 鮑勃拜訪的時候正值京都的櫻花祭 邊看櫻花邊喝咖啡 有種在公園野餐的感覺 建議大家春天的時候拜訪這家店 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道店如其名 就位於平等院的表餐道 距離平等院的正門只需要走路一分鐘 地理位置極佳 平等院於西元1052年 由攝政官白太政大臣藤原賴通 將其附近的別裝改造成寺院 距離也有將近1000年的歷史 國寶鳳凰堂在隔年的1053年建造完成 在平等院的對岸 走了約10分鐘 就是另外一個國寶建築 魚之上神社 本店於距離近快1000年前的平安時代後期完成 是現存最國寶的神社建築 雖然魚之上神社比較及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以為歷史的重要性 讓本店於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平等院跟魚之上神社 在1994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很推薦大家來拜訪 我們這次拜訪的星巴克 位於富山縣的富山市 而這家富山環水公園店 也被譽為世界最漂亮的星巴克之一 富山市可能不是來日觀光客的首選 但是離旅遊大景點金澤 坐新幹線約25分鐘 普通車大約一個小時 現在從富山車站走路大約11分鐘 就可以到達星巴克 如果來金澤旅遊 沒有安排太多行程的話 何不花個半天來富山 拜訪一下這家星巴克 順便在周遭晃晃呢? 富山環水公園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美景 距離河畔以及草地非常的接近 店外跟店內皆是以木頭為主的設計 讓你有一種溫馨感 而且採光非常的好 白天的店內非常的明亮 整家店使用大量的落地窗 讓店內可以直接看到運河的美景 天氣溫暖的時候 坐在室外吹吹風感覺更好 到了晚上店面的打光 讓整間店看起來頗有時尚感 由店內往外看的夜景也是一大特色 包住星巴克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 於1997年開園 面積約9.7公頃 大概是5個台北小區單的大小 特色是圍繞運河的一個綠地 可以散步的距離總長約2公里左右 是一個非常適合遛狗跟遛小孩的地方 包博覺得整個公園的highlight 是長58公尺 高20公尺的天門橋 登上3樓的觀景台 除了可以飽覽公園景色以外 還可以看到遠方的立山連峰 立山 加公園 加星巴克 真的絕景 到了晚上這裡的氣氛也很好 公園的打光非常的浪漫 我們再度登上天門橋看看夜景 跟剛剛白天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除了環水公園跟星巴克以外 富山市的車站周邊 還有衛武設計的富山玻璃美術館 以及充滿日式感的富山城址公園 都很適合納入富山的半日遊行程中哦 冰松城公園被稱為冰松的中央公園 在這個可以看到自然以及歷史的區域裡 有一家星巴克就這麼悠閒地坐在這個幾家的位置 冰松市是金剛最大的城市 約有78萬人 有400多年歷史的冰松城 東海地方最大的中午食洞 超好吃的鰻魚飯 以及有日本特色的餃子 冰松城公園是廣受當地居民喜歡的公園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綠意盎然 而星巴克冰松城公園墊就藏在樹林跟綠地的中間 星巴克的外觀使用木材做主設計 咖啡店的室外區有種植樹木 讓整家店有種山中度假小屋的感覺 室外目測應該有三十幾個散位 在夏天的時候買一杯冰冰涼涼的冰拿鐵 坐在室外乘涼 是市區星巴克無法體驗到的感覺 室外很有特色 但室內也絕對不輸室外 天華板非常的挑高 使用金剛北部高級的天龍才製作 從天華板銜接下來則是一片片的落地窗 室外的綠樹直接映入眼簾 哦,真的超棒的 室內位置大概有四十個 座位跟走道以及餐點區域有舒適的間距 我想即便很多人在這家店喝咖啡 應該也不至於到太擁擠 星巴克所在地冰松城公園的重點就是冰松城 德川家康於青壯年時期就在這邊度過十七年的歲月 反正兩百六十年間 這裡有許多擔任幕府要職的城主 冰松城的別名就是為出世城 天守閣建在小小的山丘上 可以俯瞰整個冰松市區 在城市的北區的龍岩洞 是東海地區最大的中午石洞 總共開放的區域約有四百公尺長 大家可以近距離觀賞大自然 在這兩億五千年所雕琢出來的藝術品 美食的話鮑勃推薦冰松的名產鰻魚飯 是當地的名店 也是塔比羅古的百名店 另外冰松的餃子也很有名 特色是餃子包了很多野菜 盤子上還有豆芽菜配襯 加上自家製的辣油以及醬油 跟台灣吃到的煎餃跟鍋甜很不同 大家可以試試看 包伯吃的是百名店醒目裡 日本三大古湯所在地道後溫泉 是四國旅遊的必訪之處 開在道後溫泉站的星巴克 有著懷舊的氣息 可以當成這區旅遊的第一個景點 道後溫泉位於愛媛的松山市 是愛媛的最大的城市 松山城 鯛魚飯 道後溫泉 這位城市中重要的特色 星巴克的所在地 道後溫泉距離松山車站 大概20分鐘的車程 星巴克道後溫泉站舌店如其名 就直接蓋在車站 如果你是搭乘一羽鐵道的松山市市內電車的話 那從最後一站到溫泉站下車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到這棟原本於1911年建造完成的明治陽風建築 還可以搭配少爺電車 一起拍攝這個很有氣氛的三代木車站 從開放感十足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先跟Good Design Award打算招呼後 我們到了一個未知不多 但開放感十足類似交椅廳的一個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大家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由於這家星巴克直接蓋在車站 可以用極佳的角度觀賞路面電車的往來 大家可以靜靜地坐在這裡往窗外看 幻想一場喝咖啡周遊日本的旅程 星巴克的所在地道後文泉 據說有三千年的歷史 從西元596年的聖德太子 至近代的夏木曙石都有拜訪過本地 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大澳溫泉本館的建築 由四東建築組成 最早的建築為西元1894年完成 皆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飛鳥奶溫泉以及裝置湯都在周邊的名湯 大家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溫泉享受 或者三個都去也可以 這裡到了晚上的大燈 讓溫泉街變得更有感覺 光是散步走走看看建築就非常的值得了 除了溫泉以外 溫泉街也有許多商店跟餐廳 觀賞少爺機關中的精緻設計 或走到有超美時階的伊佐爾博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文化財 也不like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是 是 我們 的